字幕志愿者 三中全會重回文革 加州悼念六四 時光膠囊記錄真相 小粉紅喊抵制英偉達 令華為難堪 白樓總統說 中共策劃攝超兩萬份文件 從輪胎道番茄像 意大利去中國化自保 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4日 不知道大家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 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 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乾淨世界影視平台》正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 回歸傳統 致力於為你呈現順正 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 傳遞傳統價值觀 令你重拾經典之美 無不良內容 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 使用希望之聲的專屬優惠碼 Soul Hope 即可享受15%折扣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國經濟憑危之際 中共即將召開20屆三中全會 不少人關注黨會習近平是否在會上推出政策挽救經濟 有分析指 習近平很可能會放大招 但卻應該是重回計劃經濟的大招 中國民生領域爆發漲價潮 由水電高鐵票價到飲品即食麵 全部在加價 自媒體人梁子若千認為 這是中共要榨乾百姓的銀行儲蓄 但這種壓榨非常危險 是中共最後的瘋狂 央行自己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4月底銀行存款單月大減4萬億 梁子若千認為 中國人講究積穀房機 中國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 現在居民存款大幅下降 證明民眾普遍失業 不得不動用銀行的儲蓄來維持生計 如果各種民生用品加價 最後這些家底用完 百姓就會陷入絕望 在這種背景下 習近平會在7月的三中全會上 作出怎樣的經濟決策 就被受關注 華裔經濟學者李恆青3日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要重回文革 搞計劃經濟 以此躲過當下的各種危機 李恆青說 習近平一定會回到文革的狀態 但他不會用文革的字眼 他一定會以改革開放新時代 等非常正面的詞去包裝 但實際內容一定是強調黨的領導 推回到計劃經濟模式 一切都是為了保政權 李恆青說 一切都按計劃經濟模式 就能逼老百姓不敢提生活保障 不敢用市場經濟模式向銀行提取存款 不敢向倒閉的銀行要賠償 中共可以拖延10年再還錢等 你要反抗 河南村鎮銀行取款事件 就是前舉之鑑 封橋經驗將大行其道 以此威逼中國人就犯 從而化解包括金融危機等各方面危機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 一個禮拜前發文 透露中國地方財政的困境表示 透露中國地方財政的困境表示 一位中共地區農業大院夾佬稅務說 院裡原本有幾家陶瓷廠、水泥廠 每年可以貢獻幾千萬稅收 現在都倒閉 一分錢的稅收都沒有了 曾經靠賣地最多有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房地產爆煲之後這些稅收也沒有了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 退休人員拿不到養老金 公務員申水也沒有辦法發落 這個帖在兩天內獲得超過110萬次瀏覽 並被大量轉發和評論 有評論說 中共過的苦日子才剛開始 中會有一天再次出現類似三年饑荒的慘烈場景 無意繼續掌舵 這個時間不會太遠 蔡慎坤對《大紀元》分析說 估計很多中國人翻牆出來 看到這個帖 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問題 能夠反映出國內諸當問題 尤其是體制內的人 他們都深切感受到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這個政策繼續下去 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李恆青說 中國要走出困境 唯一解約就是市場化、法治化 將習近平的權力 將中共政權的權力關入籠裏 但習近平怕因此失去政權 他將李智成的掃帖都由北京搬走了 證明他非常怕預言說的 他會好像明朝崇禎皇帝那樣 成為中共紅朝的亡國之軍 1989年6月4日 中共軍隊血洗北京天安門廣場 今年六四紀念日前 數百人在美國加州自由雕塑公園內的天安門廣場 雕塑前集會悼念 慘案發生時的一些陰像資料 被保存在美國哈佛大學現經圖書館 也幫助世人記錄中共這段罪行 在美國中國異見人士組成的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園 慰度年六四三十五週年 在當地時間6月2日舉辦集會 參與者高危 永不忘記、永不原諒的口號 當日組織者還舉辦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落成儀式 表示要通過這些活動 呼喚整個世界的良知 提醒全世界民眾 共產主義的危害 絕對不是過去式 活動當晚 抗議人士在自由雕塑公園內搭起帳篷 無以89年六四屠殺發生前一晚 天安門廣場的情景 六四學生領袖之一黃丹告訴美國之音 今天不僅為紀念三十五年前 更重要的是提醒全世界 如果我們不警惕 共產集權勢力在全球的擴張 三十五年前發生的事情 說不定明天或三十五年後還會發生 自由雕塑公園創始人陳維銘說 如果我們忘記歷史 歷史將會重現 就是因為中國這個大地上 共產黨還在繼續製造人類災難 我們用俘虜塑造紀念碑 就是讓中國的老百姓 牢牢記住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 每一年每一刻 各個歷史時期 大約七百人參加了雕塑公園的紀念活動 毅經生說 今年來的人比往年都要多 說明越來越多人加入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陣營 35年過去了 最大的變化是民心的變化 在中國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了 甚至是共產黨裡面的黨員高幹 全部都不相信共產黨了 共產黨的末日越來越近 同樣是為了保留記憶 哈佛現經圖書館保存29雙天安門檔案 記錄1989年這一場學生運動 以及中共出動機槍彈劾 屠殺街頭學生的慘況 其中有一段大屠殺後 前美國之音記者佩新從北京發回的報導 講述一個20歲的學生 由廣場逃生的經歷 佩新在錄音中說 軍隊凌晨抵達時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 為了躲避槍擊 她花了近2小時才爬出廣場 她說一路上她見到數百具屍體 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是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她看到 4名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他們 她說其中一名女性抓著軍人隻腳 軍人的回應是用詞倒詞她 她看到軍人向其他三人開槍 英偉達執行長黃仁勳 目前正在台灣訪問 她對媒體直言 台灣是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中共小粉紅怒喊抵制英偉達 轉用華為產品 但被美國晶片制裁圍堵的華為 最近對承認 沒辦法制出5納米工藝 黃仁勳說 台灣是電子產業的中心 計算機產業的發展也是因為台灣 所以台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國家 她並表示 英偉達一直在台灣投資 英偉達是最重要的國家 之後 微博上出現不少小粉紅留言 呼籲抵制英偉達 抵制不到 這個 暫時惹不起 就當沒聽到 華為去年推出的旗艦手機採用了7納米晶片 中國曾經有輿論指 這是對美國晶片制裁的反擊 但據報 華為常務董事將平安日前向 業內人士承認 中國在晶片發展上出現了技術困局 中國肯定是得不到3納米 能夠解決7納米就非常非常好 雖然美國目前也不具備生產10納米以下晶片的能力 但這對他們來說問題並不大 因為通過晶片法案補助 台積電、三星等大廠 都已經開始在美國建先進晶片廠 而台積電在台灣的晶片廠 早在2022年就已經成功大量量產3納米製程晶片 目前正向1.4納米埋進 台灣友邦白樓3月被黑客攻擊 超過2萬份政府文件被讀 其中包括美日兩軍的機密資料 根據外媒報導 白樓官員和專家分析認為 這種黑客攻擊是由中共策劃 為的是向白樓施壓 台灣外交部3號專門作出回應 白樓總統衛庶人表示 所有跡象都指向中共策劃網工 但中共否認指控 總房先前就曾開架換取 白樓放棄和台灣邦交 承諾訂滿所有白樓飯店房間 以及每年投資2千萬美元 台灣公視新聞3號報導說 學者分析 白樓為處西太平洋重要戰略位置 中方一直都想挖長腳 而且11月就是白樓總統大選 不排除是想被立場 親台灣的總統為數人 一個下馬威 學者表示 美國在白樓有軍事設施 如果在台海發生衝突 白樓為處防衛台灣的重要行線上 這次白樓被黑客攻擊 也會對美國求成安全威脅 很有可能是中共對白樓利有不成 想改用其他方式施壓威脅 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陳西文指出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想爭取白樓這個邦交國 當然可以更加孤立台灣的外交空間 不排除想通過黑客事件 影響目前的白樓總統大選 台灣外交部對這種 破壞全球網絡安全秩序的做法 表示譴責 並承諾持續對白樓提供相關協助 紐約時報報導 被黑客的文件 4月被公佈在暗網 當中包括一份著名 緊攻官方使用的文件 其中有美國在白樓雷達設施的資料 及訪問白樓的日本海軍成員名單 白樓官員指控中共出於政治動機 精心策劃這宗網絡攻擊事件 目的是要傳遞特定信息 施壓白樓轉向 為實現孤立台灣等政治意圖 意大利去年年底 退出中共一帶一路後 開始是關鍵基礎產業上擺脫中共的影響 其中包括輪胎製造及農產品入口 據指由亞洲6月3日報導 近日40個裝滿中國產蕃茄醬的貨櫃 由新疆、雲底、意大利南部港口 薩萊諾、意大利農木協會 數十名農民乘坐小艇出海抗議 指這些蕃茄醬涉及新疆人被中共政府強迫勞動 農木協會指 意大利去年共入口8500萬公斤中國蕃茄醬 其中90%都在新疆生產 涉及強迫勞動 總部在美國的維吾爾人權計劃上個月 亦支含意大利政府表達對這批 新疆農產品進入意大利市場的疑慮 另外意大利正削弱中資對意大利輪胎公司 貝奈力的影響 貝奈力是法拉里、麥納倫和賓茨等高端 汽車品牌生產輪胎 中共中法集團是貝奈力最大股東 持有約37%股份 意大利總理梅諾尼去年指 貝奈力的智慧輪胎可用晶片收集數據 是具戰略意義的科技資產 當局因此動用特有的黃金權力 禁止中法集團參與 貝奈力的經營管理策略 或中共支持的中國絲勞基金 上星期傳出張出10%的 貝奈力輪胎股權 當地媒體指 中國絲勞基金撤資 當進一步削弱 中共集團對貝奈力的影響力 隨著中資逐漸退出 貝奈力可能轉向歐洲 而非中國市場 好了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多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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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您